台東縣警察局也執行安家服務的專案派遣專者警力來到花蓮護送台東罹難者大體回到台東 也配合家屬心願返家或者是護送到台東的市立民營館 到目前為止已經協助運回六位的罹難者大體 在警車的護送下不幸在這次台鐵事故中的罹難者回到了台東 台鐵太魯閣408次列車二日發生了嚴重的意外事故 截至今日下午1點44分已經導致了48人不幸罹難 台東縣警局遵照署長陳嘉欽的指示執行了安家服務專案 立即通報轄區的遠景前往罹難者的家中進行慰問 並提供專車專人護送家屬並派遣了專者的警力前往花蓮護送大體返回台東 台鐵的事故造成不少的家庭破碎 台東縣內各界也積極地協助家屬處理後續的事宜 而警方也以最高規格遵禮與聖宗追遠的儀式主動提供協助 派遣前倒巡邏車以及護衛巡邏車 護送載送遺體和家屬的車輛返家 期盼能夠讓家屬安心王者能夠安息 而截至目前已經護送了六位罹難者返回台東 並配合家屬的心願直接返家或是前往台東市立殯儀館 記者陳吉林台東市報導